哇大人哥果然如你预告的哦 台积电一动呢台股就畅新高了 你看今天台积电是大涨了36块 台北股市呢就看到了 20820点的历史新高耶 我们1000块买进的佳泽 今天已经1630块了 团队一张大赚超过了60万哦 银广连续两根涨停 还有昨天节目当中的那一只 盖牌股今天也是获利30%达标了 但是大人哥这个地方如果再进场再买的话 会不会追高啊大人哥 好那就用333翻倍赚 今天的节目带你掌握下个进场点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4月9号星期二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哇行情呢就如同大人哥所预告的一样 回归到了这个基本面 你看台积电带头冲 台股创下了新高 这个中小型个股 你说今天是垃圾盘吗 他们也没闲着哦 好多这个涨停的个股股价是 50块都不到的这个铜板股 另外呢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盖牌股啊 333翻倍赚 今天呢也是30%获利达标咯 大人哥在标题上说 今天好像要开牌啊大人哥 好开牌晚一点吧 先看一下台股大盘哦 我觉得看几个指标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的台股中场上涨了378点 成交量的话是放大到了4423亿元 比昨天的4000亿多了400亿 那也就表示说他今天是用一个价量起扬 价涨量增的方式再次创下的历史新高 我讲到这边为止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感觉的 因为都是他都是台积电 36块 对然后呢你看今天的贵买OTC翻黑 当然今天真的蛮多的一些涨停满的股票 那涨停满的股票的话 我就不一一带了 那你会发现说真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叫做是大型股 有台积电跟全资股再去做一个轮动 然后呢中小型股虽然没有跟上 就是没有一起墙 但是每天每天就是多头可用之兵 就是这么样的多 所以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今年的台股 今年的投资价值的台股 依然是我们定调的方向 这是其一要跟大家讲的重点的地方 那其二的部分的话 来不及了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大人格投资周报 它就是走一个限时限量的索取的 你如果这个礼拜错过它的话 那你下个礼拜在我的哪里再来拿 那我们每个礼拜会用一个 给大家一个一点小功课的方式来做索取 那如果你有拿到的话 这是第一档 银广 而且它是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涨停板的20%的银广 不管你有没有跟到 或者不管你有没有操作它 请你守好自己个人的停损跟停力 我这个说过很多次的 因为我们的团队会员 我会讲得很清楚 你待会就会看到说一些相关的 操作的资讯的部分 那我这礼拜也跟大家讲 你看是不是今天早上 全市场都跟讲说 市场在等待三月份的CPI 因为4月10号礼拜三的晚上要来公告 这其实都来抄我们的 我这样讲好了 我说抄有点太不一定太超过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这里面讲的重点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礼拜的大盘台股 跟类股轮涨的重点 就像我这边不是有讲到吗 资金轮动和族群轮动的看法不变 趋势整长政策加持 仍然是旋骨的主轴 例如像是AI半导体军工重电升级 你有看到1519的华晨今天涨停板 然后1514的亚历今天涨停板 明天要出关的 明天最后一天 明天要准备要出关的市电 市电也涨停 摇摇晃晃的晃上去涨停板 分盘也能涨停太强了 这是重电嘛 然后军工的话 就是雷户 然后这是我们周报里面分享给大家的 隆德哨传 有发现吗 这些相当好的股票 那下个礼拜 因为我说的限时限量 下个礼拜再来跟我拿周报 动作要快哦 追踪好Delight Delight真的是 上面很多很多的资讯都是 散出去给新闻操 散出去给法人来操 然后法人帮我们抬轿 我觉得重点在法人抬轿 因为我无意叫散户 投资朋友们来帮我们抬轿 因为你不够力 你应该要跟着我们先买好 然后等着市场帮我们抬轿 我觉得真的跟大家讲 这样一个操作的重点 所以Delight赶快加起来 加起来 小老鼠DREN888 然后可以领神秘好礼 还有三大好康 即时标股的资讯 独家的反而看盘的策略 甚至你要跟我私讯一对一 互动对话都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 我说过了 我的YouTube的留言板是开启的 你看比方说什么 这是昨天的影片 每天的影片都这样子 你看这里刚好我不是讲到吗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字幕 你看这里有字幕 如果没有看到字幕的话 这边点一下 我就可以开关 记得把它开起来 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偷看的效果 我说偷看不是你要去偷看别人 而是如果你在上班 或者你在捷运上面 你要看那个没有声音 但是你要看我们内容的话 你可以透过字幕 对因为我那时候还看到捷运上面 有人在看我的影片 我就还蛮感动的 这个很认真加油加油 继续加油 来你看我这边有没有讲到 昨天我还特别帮华城送暖 我说过了 字幕在这里全部都在这里 1519的华城稍微有点休息 但是这些股票没有太大的问题 昨天跌了4.9% 避开的避开 不敢讲的不敢讲 我就是敢送暖 我就是敢说重点 你要好好留意他们 你就看到今天涨定版的华城了 有没有 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一些观念的重点的地方 那回来到大盘 那回来到大盘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台积电 户国神山 那我觉得刚刚我看的蛮感动 因为这是刚刚最新最新的新闻 就是台积电的资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也就是张忠某的老婆 她去了花莲 然后她就讲了第一句话就说 她每次去花莲都是去救灾 从来没去那边玩过 花莲真的好山好水 我是一个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以花莲女婿的身份 来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老婆花莲人 我每次都觉得说 她回去花莲 有够辛苦的你知道吗 我开个车 我没塞车都要三个小时 路途遥远 我还有那种连假回来开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的 那山路 那边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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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小朋友坐在后面的 晕车 给拜托你给 拜托政府单位你给花莲一个好回家 一条平安能够回家路OK吗 所以说 我觉得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蛮感慨的 因为真的我觉得蛮多的救灾单位啦 或像是我们相关的单位 像是我张董事长也都蛮认真在做一些回馈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台积电真的很棒 它真的是户果神山 那我也说过了 你看这个是救灾的工程单位 也真的很努力很辛苦 那个原本清水桥给它震垮 然后结果它在旁边的便道那边 就是古代日治时代那个地方的那个便桥去架钢板 然后去开那个路 真的大家都很认真 那我也说过了 因为这一次的救灾 或者是这一次的花莲的震灾 其实我觉得能回馈的我也会回馈给社会 所以这是我的捐款的收据 那我说过了 我没有捐给政府单位 我觉得你应该要做的 我没有捐给卫福部 我没有捐给花莲县政府 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是回馈社会 为这社会上面多尽一些努力 我们缴税缴多少 我讲的更坦白一点是这样 所以我情愿把我的一些心力 把它捐给世界展望会 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民间的 积极的这样一个机构 那回来到 我觉得继续跟大家说明这个观念 就是说其实地震 它就真的是天灾 那可是如果天灾没有对市场上面的上市归公司 有任何影响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们所说到的 有没有 这我说的啊 Night上面说的啊 Night我说先不要恐慌 先不要紧张哦 你要看一下上市归公司的影响哦 因为通常主管机关会要求公司 用重大讯息来做公告 那如果没有重大的灾情传出 我认为地震都是短空无碍 波段的多头走势 那天是地震的4月3号的那天 8点28分的时候 我在我的Light 希望大家不要怕 要有信心 你要好好的 当然有一些 就是有受到灾情影响的 就是我们能帮忙 会尽量帮忙 可是如果回归到操作面来说的话 没有影响就是没有影响啊 没有影响就不要砍灾亚呆鼓 或者没有影响的话 你就不需要跟着市场上面 跟你在恐慌 在恐慌来恐慌去的 因为如你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的有韧性的台股 我们的创下历史新高的台股 然后呢 下半段的聚保期 我也会说到的 就是说 你就不要有恐慌 你也不要去做反指标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反指标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很辛苦 因为你该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顺着现在目前趋势的毛摸 或者是说 既然现在有送分题的话 你就好好的做多单 7点50分的时候 我的Light 我会有没有提醒 散户再放空了 对 散户再放空了 放空的时候 那个行情就会嘎空 嘎给你看 所以今天我们的 聚保期的多单 今天赚了335点 一口大台指的多单 就赚了6万7千块 下半段的聚保期 好好把它看回去 顺着现在目前趋势 不要恐慌 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等着你来 来赚 那花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讲这样的观念 我每天每天 我那其实 右前方 那边有一个 计时器 有一个计时器 因为我们每天每天 那个摄影棚都是满满满的 所以能录影的时间 我会好好的把这些 那个重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我们如果超时的话 另外一个老师 已经在门口了 你知道吗 对 我其实蛮大的 那个录影的压力 因为有时候我们老师 都会在那边等着 那个摄影棚要进来 对 所以 赶快讲重点 好 来 我们要讲的 现在目前的操作的观念的话 台股今天 中场上涨了 400点 然后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台股的话 已经到了20800点 然后台积电我也说过了 它不是只有 我们自己国内的台积电 它现在已经是 全球的台积电了 它已经叫做是 日本也来抢 德国也来抢 美国总算 出手了 对 我真的觉得台积电 真的超委屈的 你在美国跟 你在日本 日本那个熊奔厂 补助叫做四成 它到五成左右 盖一座厂 日本补助你一半 然后呢 美国这边的数字 你如果看到今天的数字的话 这要是66亿元的补助 然后还给你50亿的贷款 然后台积电还说了 我们要盖 我们要在亚利桑那盖第三座厂了 我告诉你啦 台积电讲这个 我觉得它很委屈 因为我干嘛去美国那边设厂 还要被你当地的人去说抗议 为的都是你商务部 为的都是你 拜登 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跟你说过了 从现在开始 你会发现 美国那边 做多的 那个政策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他在救他自己的 讲难听点 年底你还是不是总统 根本没人知道 因为马上11月要投票了 对 是的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上涨的原因 今天晚上的ADR也会涨给你看 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的补助总算下来了 因为Made in USA 美国制造的那个拜登的那个政绩 他可以好好的大肆的宣扬了 懂了吗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台积电今天就变得是领长 那不过也因为台积电的领长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AI的台积电 或者就是说我们看到之前的是在台积电轮动 广达轮动 鸿海轮动 这些相关的个股轮动 当然今天就没有大家一起涨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鸿海也不错 对 他也是一样 你一个月可以涨50% 有没有 然后虽然今天下跌的广达 他怎么样也是创下历史新高的广达 所以这几档全资股在做轮动的过程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台积电突破了20倍本益比 那其他的个股就可以跟得上上修本益比的空间 然后当台积电休息了 其他的个股就会散开来 然后一起做轮涨轮动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提醒到的 今天虽然是垃圾盘 但是在接下来的轮涨轮动的好的个股的买点 你要好好掌握 那该怎么掌握 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刚开始片头 或者是说在最近这一阵子的话 都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用它 333翻倍计划 对 那给你看一下333翻倍计划的运作的原理 或者像是一些比较像是代表性的个股 或者是说你最近最近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用333真的很好赚 来看着如果一档赚三成 我如果拿100万进来 拿100万的资金来做投资 来跟上我们团队 那如果第一档个股赚了三成的话 你就会变成130万 如果能继续赚 如果能继续涨 我就继续报 但是如果不能的时候的话 没关系 我们换股 再换一档 底部刚开始起涨的股票 再赚它三成变成169万 然后再赚一次的话 它就是200万的翻倍了 你如果要从100块涨到200块 其实有点辛苦 因为现在目前的位阶 你说不高吗 我觉得那也是骗人的 可是这边的话 它至少就是一个投资价值 如果有错杀超跌 如果有守温转强 它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进场机会 所以你可以透过三成的方式 三档你就可以赚到一倍 这就是我们的333的翻倍计划的原始的中指跟重点 那你听完这些 你就讲得好像很简单 可是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 可以参考一下 你看这边 我就给你看 我们已经最近这段时间 跟你讲过的观念 或者跟你讲过的一些指标股 比方说这是双红 那你看我们怎么跟我们团队会员说的 这是在2月29号星期四的双红 盘中大涨了6%再创高 那恭喜团队是获利继续抱着 那么大人哥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早买早享受 因为我们最低265块买进的会员 已经正式100%翻倍了 那么最后买进的也赚了超过45% 不过提醒大家短线关离过大 所以新会员我们不会再进场 我们买熟稳转强股 继续一档一档赚 是所以你看 我说过了赚三成 如果可以赚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赚 那双红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周报的话 已经不知道送过几次了 至少三次或四次以上 我没有去计算 但是我告诉你 他有熟稳转强 我基本上我就会持续看好他 而且我会告诉你说 我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清单会员 他的双红都还是获利续报的状态 那这就是能赚 我就继续赚的双红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要买要买在利多的实现之前 那二月份如果先买好 你会发现说那个三月份的双红 我切一下那个K线给你看好了 好 有没有 这是今天续创高的双红 有没有 然后你也看到了 他其实就是二月飙涨 然后这边不动 然后整理再上向上的双红 为什么会有这一段 这边就是三月十八 GTC大会 GTC的前后 我告诉你那些懂的人 懂得法人都获利了结 因为他们是在做那种短线课 或者说那种利多实现的状况 然后我也说过了 他叫做利多实现 不叫做是利多出进 如果是利多出进 他是崩下去 不会啦 因为他就是指标股 他就是领头羊 所以领头羊 你就盯着他 就继续好好做 那但是有一档个股的话 就是八九九六的高利 好你先看一下这个价钱 今天是跌了两% 然后呢 今天的话是收在三五九点五 有没有 那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团队说的 来来来 这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抗讯 在三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我们高利呢 三百七十六到三百八十五块附近 是获利了结卖出 那么也恭喜我们的团队 波段涨幅超过了三成 但是高利走势转为震荡 所以我们先获利 再找首文转强个股进场333翻倍 继续一档接一档的赚 好 谢谢德宇 你有看到几个重点吗 我帮他圈出来的 今天是不是三百六十块的高利 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卖掉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再创高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 因为他已经是赚三成了 所以赚三成 能赚的双红那种我会继续赚 可是涨不动的 或者转正当的 我们再找一档个股 再去逢低转强赚 好 所以周报我重申 你拿到它 你自己研究 我们团队一定都是跟着我们的 清楚精准的讯息来做操作 那 其实这种操作的方式的话 就是现在目前 最适合的方式叫333 那最适合的方式的话 我们也会随着行情的调整 然后也给我们的团队最好最好的一些 配置跟操作的节奏 或者比方说 因为我说过了 因为如果像这种千金高价股的话 像加者我们买在1000块 对 就是最后最后一次买 买在1000块 前面买的我先不算 最后一次就算买在1000块 这种个股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们怎么跟我们的清代的会员 来做说明的 来来 请看看 突破1150块之后的加者 直接喷出亮灯 涨停再创新高 波段获利突过了40% 一张赚了将近40万 这边上档无压 那么大人哥 第一步的看法 先看1400块 再看遮起来了 到底在哪里 但是重点是 让法人来帮我们抬轿 请会员获利续报咯 好 一样 全几个重点给你看 上档无压 所以我1000块买的 我敢报 报到1400 我继续报 报到哪里 团队知道 那我们这边正在看他的 就是追踪他的这个价位 如果能来 我们就会再关注说 有没有再机会再往上 再往上冲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的时候的话 我会去做获利了结 那你看到今天的三五 三 今天的加折 今天是哪里 1630了 对 然后突破的1150 有没有 对 然后是不是看到了这个1400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过了 1400这里根本不是 我要获利的地方 因为你看到了吗 继续喷上来 继续涨5% 继续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如果你是用1000块 跟着我们一起买的话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一张可以赚60万 我不知道为什么万要这样 用W 反正就是大家习惯的 超过60万了 对 你听到的 你看到的 然后呢 我们提前分享给大家的 那如果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报到现在的话 一张就是60万 真的招卖招享受 是啊 这边的话你要不要追 我就不让我们的新的会员做追价了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低档的好的股票 来去做一个进场 然后呢 就像 我昨天不是还讲这档个股吗 我们的盖牌股 对 那你看哦 我这边直接念给你听 或者我这边直接告诉你 我昨天的说法是什么 或者我昨天怎么跟你讲的内容 昨天的节目 每天的节目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重点 讲观念 这是什么 它是 它不只是 高股息的ETF的成分股 更有什么 基本面数字支撑 对 获利成长加持 对 你再看一下这边的字幕我讲什么 我不做 939 940 919 929 都不做 我就是不做这些高股息的ETF 这些高股息ETF 你如果年化报酬率 你要跟我讲8%10%的话 我告诉你 那要左手配 左手配右手 因为它都是拿平准金来配给你 你有开心吗 填息是很开心 可是现在有填息吗 你再看一下这些股票 要讲的开心一点 因为我们最近的绩效 或者我们现在目前会员的状况 都很棒 来 00939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回到15块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说这种ETF我不会买了 当然它不是坏的 如果你要做你可以用分批的方式 去用定期定额的方式都很好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让你做短线的 他是要报场的 对啊 他给你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给那种退休组来去做一个长期的配置的话 很棒 很OK 但是940也是一样啊 你看9.8 现在都还是破发状态 对啊 你如果说你当时是买10块的 你干嘛去跟他拼那个一窝蜂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那个一窝蜂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在挂牌之前 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观念 就是他并没有谁帮谁抬交的问题 而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基金在做发行 他们本来就是有他们的设计的部分 他们本来就有他的持股的部分 那你如果找到一档好的股票的话 他们本来就要买啊 那你要逢低吃豆腐 而不是去做追高 你更不要去买那个什么939 940 去跟他拼短线 不是不要买 是不要拼短线 懂吗 所以回来到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所以我用一些个股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所以这档个股 我今天开给你看 但是今天我开给你看的时候 已经30%了 是谁 8112的至上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4月8号12点24分 然后把这个再把它看一次 有没有 一模一样 它就是盖牌 盖哪一档 就是我说的至上 有没有大涨4%创高 有 你看有没有大涨4%创高 对 然后至上不只是高股息成分股 然后更有基本面的数值支撑加值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现在开给你看 我顺便再开今天的抗讯给你看 这里是当时买进是64.3到64.8左右 然后在这边再给你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下 你看我们都有讲清楚为什么买 对我们那时候3月5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至上带给我们的会员 叫我们的会员为什么买它 看好的理由在哪里 守稳月线就会上工 他也真的上工了 这是今天的口讯 你看我们怎么跟会员来做说明 恭喜我们的至上跳空大涨8%写下了波段新高 那么也恭喜我们的团队 就如同预告的一样 这一档至上不只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更是数字支撑的成长股 64.5块附近买进波段获利 恭喜超过了30% 又是一档333达标 那么我们在卖出的价位是83块8到86块附近 那如果会员你看真的讲得很清楚 会员部位少的你可以出清 那么会员部位比较大的可以先出一半 获利了结 当然新会员我们一档接一档传 要等大人哥的新股通知 好那我特别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要说部位少跟部位多 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简讯会员的持股 那这个简讯会员的话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握我们每一位会员的 部位是多或少 你可能买一张 或者你买10张100张 我不知道 那我们有一些很有实力的会员 也透过简讯的方式来搜取我们的讯息 那这种不是不是清贷 我就我就没有办法来做 就是比较明确的资金部位的配置 但是我的买卖也都会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是我们今天在智商上面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它是高股息 它更是数字支撑的成长股 这个是跟他做分享的地方 那当然我也有另外一种会员等级 我也说过的就是 手很痒的会员等级 就是一天不做手就痒痒 真的有人在我们的YT下面留言说 就是我 感谢会员自己来承认 来看一下这里 几档个股给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整个股魔力 股魔力 股魔力哦 智商 对 这里是不是买讯 也是不是六十二三块左右 然后也这样子波段上来 这个就是30%的智商 这个也给你看一下 今天涨停的营广 也是我们的周报股的营广 周报股的营广的话 前几天也有密集的买讯有没有 然后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涨停 对 连续两根涨停板 这个如果你有跟着我们的讯息 跟着我们的股魔力 来做提前进场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轻松赚 这边已经赚两根半了 已经快要333了 你知道吗 这是谁 亚力 今天也涨停哦 对啊 那他的买讯在哪里 买讯在哪里 滴滴的耶 买讯在哪里 今天也是涨停板的亚力 对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再给你看一下 那个我们昨天怎么送暖给这些 这些股票的 在哪里 昨天受伤的重电股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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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在这里 华晨 昨天跌4.9% 我跟你说 华晨稍微有点休息 但是这些股票没有太大的问题 今天就亮灯涨停了 亚力也涨停 华晨也涨停 这些股票的话 其实就在我们跟大家提醒过的 跟大家 我这样讲 就是我们节目会跟你讲法人的看法 那你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请你自己手好自己的停准跟停力 那如果你要拿古魔力的话 是什么 那个广告简讯来把它关掉 我们的古魔力 它的讯息会跟那个简讯一样 它会叮咚你 它会通知你 然后呢 它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你把它放到集市多里面去 或者集市空里面去 然后呢 它就会给你很清楚很精准的讯号 啊 那个创意试新我也讲过了 就是我一样看好 只是目前他们就没有那种翻倍的机会 就像华晨 我也觉得要在翻倍 有一点点难 可是如果 如果如果你看 如果你是用XQ好了 用那个券商的那种三组好了 你的手机APP 有买卖讯吗 没有 只有可以放 对 而且不只是没有 而且叫做是不可以给 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都是法规上面的限制 这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心血 我们有法规的支持 甚至我们请那种很专业很专业的 那个开发的单位 把我们把古魔力把它开发出来 啊我也说过了 我们那个更新版的古魔力 我当时还难产中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要修正的地方 要更新 要精进的地方更多 结果厂商跟我说 拜托再给我一点时间 所以我现在还只能继续 继续撑着那个 逼着那个厂商赶快帮我改好 好 所以给你看啊 有没有 华晨 华晨的 我们500多块就有买去了 恒市的华晨 就是直视的跟恒市的 他都会很清楚 这是恒市版的 那恒市版的话 你看这边 你要买542可以啊 你很早就可以买好啊 啊你或者说你最近买的话 你也可以买715的这个华晨啊 啊怎么样今天都是849的这个波段挂牌 历史新高 所以观念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很多啦 那好的股票 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分享 当然我也说过了 就是我们的果摩力也有一些很棒很棒的功能 像这个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的赚表 赚钱的表 对我就说了 他的讯息的通知 就像你的手机的讯息一样 他会叮咚你 你的手机如果像是什么GAMI 我这是GAMI的 GAMI的赚表 那个上面没有相赚 但是赚钱的赚 会带你赚钱的表 对 然后呢 他就会有手机的讯息啦 然后呢会有骨膜类的讯息啦 反正他就你能联动到手机上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可以能用到手表上面的内容的话 都可以联动啊 你看这里有没有 这就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有没有及时多空 那时候是照例出现嘎空 或者是看这里 不是带赚表 是带赚表 对 你看 雅系 雅系出现嘎空 他那个叮咚叮咚 那个讯号的时候就很清楚 就很清楚 那抓图就没有天天抓给你看 反正就跟着他操作 就可以很轻松很简单 好 然后今天的节目带了很多很多的观念 操作观念 然后也跟你讲了很多的一些 现在目前的盘面上面轮动的 那如果可以 你就跟着我们现在目前跟大家提醒的方向 做操作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都很认同 可是就真的不知道方向 或者高高高的20800点的地方 不敢追高 不敢再买的话 你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 333的翻倍计划 你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目前的操作的节奏 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协助 需要做持股见证 需要做太多换墙 帮你做好的股票的配置的话 换用Lite 或者换用080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相关的侠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333翻倍计划 一档个股赚三成 三档个股直接翻倍赚 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了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免费粉丝团 我们的ID是 小老鼠 DAREM888 小老鼠 DAREM888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昆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t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 小老鼠 DAREM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